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上瘾程度并不会很严重 由于尼古丁的作用速度很快 只消三个星期都吸烟 以体内99%以上的尼古丁就会排出体外 而且实质性的阶段症状非常轻微 绝大多数吸烟者甚至终身意识不到 你自然会问 为什么许多人即使强制戒烟几个月 仍然会感觉到对香烟的渴望呢 原因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社会对人们的洗脑 但是生化层面上的上瘾症状 其实很容易对付 绝大多数吸烟者睡觉时都不会吸烟 而阶段症状甚至不会把他们弄醒 许多吸烟者起床后并不会立即点燃香烟 而是会先吃早饭 甚至先上班工作 睡眠时 他们可以轻松地忍受十个小时的阶段症状 但在白天 十个小时不吸烟 却会让他们抓狂 许多吸烟者买了新车之后 都会忍住不在车里吸烟 他们会花几个小时看电影 逛超市 乘坐地铁 尽管这些地方禁止吸烟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事实上 偶尔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不用吸烟 他们甚至会非常高兴 只要不是永远禁止吸烟就好 今天 绝大多数吸烟者 在非吸烟者的家中聚会 都不会吸烟 而且不会感到任何不便 事实上 绝大多数吸烟者 都有过较长时间远离香烟 却没有任何不适的经历 我自己当年还是个烟鬼的时候 从来不在晚上吸烟 烟瘾最严重的那几年 我甚至常常期待着晚上的到来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让自己窒息 总之 生化层面的尼古丁上瘾症状很容易对付 许多吸烟者一辈子都只是偶尔抽支烟 他们的上瘾程度并不比地道的烟鬼轻多少 许多吸烟者在戒掉香烟之后 偶尔会来上一只雪茄 这样会维持他们的尼古丁上瘾症状 然而他们的烟瘾却并不一定会复发 单纯的尼古丁上瘾 绝不是主要的问题 只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让我们意识不到问题的真正所在 社会的洗脑作用 即使是吸烟程度十分严重的烟鬼 戒烟的难度也不比轻度吸烟者更高 事实上他们戒烟的难度甚至更低 忍上烟瘾的时间越久 戒烟带来的收获就越大 或许你会很高兴知道 那些一度流传甚广的谣言 例如吸烟残留在体内的毒素 要七年才能完全排出体外 或者每一支烟会导致生命减少五分钟 这些其实并不是真的 当然吸烟的危害性绝不是夸大 甚至还经常被低估 每支烟导致生命减少五分钟的说法 用于形容吸烟患上不治之症的人 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吸烟残留在天体里的毒素 是永远无法完全排出体外的 即使不吸的人也会沾染少量的毒素 因为但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 空气都已经被吸烟者污染了 不过我们的身体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只要没有患上不治之症 吸烟对健康的损害都是可逆的 如果你现在戒烟的话 只消几个星期 吸烟对你健康的影响 就会彻底的消失了 记住 任何时候戒烟都不会为时过晚 通过我的帮助摆脱烟影的人中 有许多已经年届花甲 甚至超过了古稀之年 一位91岁的老玉 曾带着他66岁的儿子 前来拜访我们的诊所 我问他为什么要戒烟 他的回答是 为了给我的儿子做个榜样 六个月后他联系我时 说他感觉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 吸烟对你的危害越大 戒烟的效果就越明显 我最终戒烟成功的时候 每天抽掉的香烟数 从100支瞬间下降到零 而且没有任何严重反应 事实上戒烟的过程是一种享受 就连三个星期的戒断期也是一样 但是还有洗脑的问题需要处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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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